國泰航空CX880客機故障截犯事件 機上有不少乘客都膽戰心驚 有乘客在社交網站發布影片 講述逃生的過程 我以為我要從飛機上跳下去 結果我就跟著人群往左邊走 沒有往飛機前面我往左邊走 然後往左邊走就看到有氣墊 就是軟的反正我腳踏上去是軟的 後來我才知道就是有滑滑機 我看到前面有人在滑 然後我就跟著滑下去 踩到了別人真的很抱歉 但是我當時我就怕別人踩到我 然後我就拼命地往前跑 我就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我就怕後面突然爆炸什麼的 我就拼命地跑 我就拼命地跑拼命地跑 然後我回想起來就是一開始的時候 飛機已經出事了 因為一開始飛機在準備飛行的過程中 突然加速飛行嘛 然後他拼命加速飛行 拼命加速飛行突然就剎車 就他就突然急剎車 然後當時就覺得是不是有什麼問題